话说师兄弟闹意见的西游团队 遇上了动作超快又特别团结的糊涂小马队 结果当然是惨败 而且连白龙马都被掳走 好在悟空破解了无敌无马阵 师父又大战神威 西游团队才在惊险中度过了难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唐僧师徒来到风景优美的水乡小城 大家都很高兴 大家看 前面有一个漂亮的小城 他们并不知道 他们马上就要面对人类最大的敌人 哇 是水城耶 好耶 我们去游泳吧 路上都是沙漠 好久没有痛快的洗个澡了 水有什么好玩的 有人不会游泳 这叫什么水城嘛 哪有水 附近都没有水啊 救命啊 救命啊 抓小偷啊 站住 小偷 这城里怎么全些小偷 怎么都没有官差啊 把身上的钱都拿出来 连官差都抢钱 师父 你身边也有一个小偷啊 放开我 小朋友 偷东西是不对的 人是我抓住的 这句话应该我来说才对吧 人人人 是我先抓到的 没有看见我的丝带吗 要不是我先抓住它的话 你的丝带能捆住它吗 是我先捆住了 你才抓得到 请问你们 可以先放了我再吵吗 小朋友 你为什么要当小偷呢 我妈妈病了 我偷钱是为了帮她买一个人参果 人参果 人参果 这么多人 我们怎么进去 八戒物技 就交给你们了 嗯 人参果拍卖大会 现在开始 我帮你买十个八个回去 又是你们 小混混 你又有什么阴谋啊 你们搞错了 我不是大妖怪 我们也不一小妖怪 我不当大反派 我们也不当小反派 有了我们的存在 人参果才会这么好派 我们是 泛蓝的 败金的 建立妄议的 正云大仙的 独裁异图 人参果跟正云大仙是什么东西啊 人参果能起死回生 正云大仙是我们的新老板 人参果园的主人 那牛魔王呢 跟着他干嘛 这里薪水高 福利好 所以我们不当妖怪了 不当妖怪 好啊 是熟人就好办了 我要买十个人参果 哪不够啊 那就买五个吧 别说你要买五个了 别排队的入场却都不够 别挤啊 这是我还一百两百的位子啊 我才能养给你买 人参果一定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 今年的第一颗人参果 现在开始拍卖 我出十个铜板 十个铜板 十万两 二十万两 三十万两 五十万两 八十万两 一百万两 一百万两 一百万一次 一百万两两次 一百万两三次 你不是说给我买十个八个的吗 一百万两黄金 买了金箍棒都不够 终于买到人参果了 今年第一个人参果 由我飞天蜘蛛享用了 把人参果留下来 把人参果留下来 谁能来这儿助我 正月大线 谁都不准在这儿捣乱 师父真厉害 还会治病 我不会啊 你不是说能治好我妈妈吗 能治好的 八戒 去帮我抓药 要抓什么药 两个 馒头 这不是病的 是饿的 以前 这里本来是个美丽的水乡 三年前 这元大仙来了 种下了一颗 人参果 鲜树 这里的水 就慢慢干涸了 大家也不再打鱼 不再种果树了 人人都想着 如何去买他的人参果 靠着人参果 不断升值 赚钱 人参果这么贵 所以大家就去偷 去抢 我爸爸也把家里的钱 去拿去买人参果了 三年没有回来 我们家的果园也荒废了 难道人参果真的这么有意思吗 我在天庭都没见过 好想吃一个 我就不信 有这样的宝贝 走 去见识见识 大家别闹事了 好奇心这么大会惹祸的 你们不学学物技 师父 人参果能不能让我的脑肌 变灵活一点啊 知道了师父 我们谁也不去 今天出现了偷果的强盗 你们要好好把守果园 放心吧正月大仙 我们一定会把这里 守得滴水不漏 紧口罩 这是什么东西啊 免得你们偷吃人参果 你在这里守着 我留一个给你尝尝 阿卜贝尔 阿卜贝尔 一个人参果要一百万两 两个人参果要多少钱呢 别傻了 买这么贵的水果干嘛 什么人 好皱的家伙 是你 你来干什么 为什么在这里 没干什么 都是为了人参果来的吧 奇怪 你刚刚怎么这么重啊 当然啊 还有我嘛 你这个贪气鬼 那边还有一个 是二师兄让我来把风的 有意思 大好 一人一个 我拿三个 一个给师父 一个给金狗 还有我哥哥 胆子也太小了吧 奇怪 那不是金狗的叫声啊 金狗 金狗 超彩人生果 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 嘻嘻嘻嘻嘻嘻嘻 告诉你们吧 我不是大妖怪 我们不是小妖怪 我不是大反派 我们不是小反派 没有我们的存在 你们本来就这么厉害 你们本来就这么厉害 住口 竟敢都有我们的开场白 好狡猾的家伙 来啊 把他们给我围起来 我说过了 你们不怎么厉害 我承认 可是小喽啰我们多得些 第二小队 上 第三小队 第六小队 第 多半的 倒地的 红红给我上 看来这下偷吃不成了 你们先撤 我跟他们玩玩 一个也不够大家吃 玩给你们吧 老大 味道怎么样 我不小心吞下去的 哪知道啊 赵云 哎呀 我的人是我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果然少了一个 这是一群废物 头果子的下场就是这样 带互职守 下场该怎么办 报告大仙 我已经知道小偷是谁了 那还不快去抓 啊 哦 徒弟们 多么美好的早晨啊 吃不早 哎 你们没睡好吗 哦 师兄 那个人参果带回来了吗 没有 我扔掉了 还是你自己一个人独享了 我又不是你 嘘 师父回来了 我说你们呐 要早睡早起 这样才是健康的好习惯 师父 哇 你们干嘛 你们干嘛 报告大仙 昨晚就是他们偷吃了人参果 没有啊 哎 你们没有证据 不要乱说话啊 证据们 都上来 哼 敢不敢把你们的脚伸出来量一量啊 你们真的去了 不但去了 还偷吃了我一个人参果 那可没有 我们虽然去了果园 但是没有偷吃果子 真的没有吗 真的没有 证据大仙 他们说没有 既然不承认 先把他们带走 举起手来 小偷 快把原先果交出来 我们说过没有拿啊 既然不招过 就给我打吧 是 老板 等一下 怎么样 你愿意招了吗 对 我去过你的果园 也摘了一个什么人参果 不过这是我一个人做的 不管说服他们的事 你先放了他们 好 傻衣 紧摆 来啊 把它炸成油条 唐僧可以好几个小时不眨眼 为什么呢 因为闭着眼睛睡觉 就不用眨眼了 悟空 悟空 哎呀 好舒服 还真是凉了一点 这个大仙 能不能加点柴火啊 我看你有多大本事 来呀 加柴加火 你看 要通了 你 要通了 厉害 果然有点本事 不敢当 你还有别的招数吗 嘿嘿嘿 我拿你没办法啦 来人 把那个和尚给我炸啦 不关我师父的事 我知道 所以我会给你三天的时间 要是找不回我的人山火 你师父就变成油条啦 我再也不洗澡了 八戒 别再发牢骚了 也不过就三天嘛 谁晓得师兄会被自己开溜了 那我们怎么办 不会的 他一定有办法 可是他还没有想到办法 我已经感冒了 还是师弟舒服一点 要不要我给你交换一下 不必了 师父 那天晚上是师兄拿了一个果子 一定是他吃了不承认 不会吧 他不是那种人 八戒 别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 我只是随便说说嘛 大师兄又不知道 谁说我不知道 是悟空啊 想到办法了吗 没有啊 我只是来 你是来监狱的吧 好 我们一起杀出去 师父 我们走 不行 我是不会走的 为什么 虽然你们没有偷吃人参果 不过 要不是因为你们去过果园 果子怎么会不见了呢 悟空 你找回果子之前 为师是不会出去的 师父 那好吧 我就去找回那个该死的人参果 还我们个清白 悟空 师父 还有什么吩咐吗 回来的时候送 回来的时候带一些药 我也感到了 怎么样 怎么样 想到了吗 真奇怪 我明明丢下了果子 怎么就不见了 难道是 是他们自己偷吃的 老大 不就说这里薪资高待遇好吗 我们上哪去啊 笨蛋 要是被正元大仙知道我吃了果子 那我还有命吗 是孙先生你好吗 有什么事吗 那天晚上除了我们就是你们 快说那个人参果到底在哪里啊 看来你们是知道的了 快说 我说我说 你那天晚上不是把人参果丢回来了吗 这下子你恢复记忆了 是啊 但是这就糟了 这人参鲜果有个坏脾气 叫做欲惊而落 欲土而入啊 欲土而入 没错 他们一碰到泥土 就会钻进去不见了 那颗仙果可能就是这样 居然是这样的事 孙先生 小的不是都说出来了吗 还要打 没空打你 金狗 快去找 都挖成这样了 难道人参果就这么会钻底洞吗 找到了吗 又是 好 啊-啊-啊-啊piuhuh Woo 哈喽哈喽 你快乐一点点 我要信你 皇后拥有墨镜 才相信自己有美丽 公主与王子 不知童话里幸福美丽 简单的只要相信 爱就可以 天天都开心 天天充满惊喜 只因为生命中有你 闭上眼睛 为你祈祷在每个夜里 在晚英明海岸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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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